苗栗有一名罗姓贯妾 她以类似钓鱼的方式 专偷神明的香油钱 在去年已经被捕了一次了 日前又故技重施 她在苗栗市的一家土地公庙内 假装拜拜 趁着四下无人 于是短短两分钟出手 钓出了至少800块钱 而这过程当中 全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再次遭到逮捕送败 新穿短袖上衣的男子 来到苗栗市这间土地公庙 假装虔诚的拜拜 一看四下无人 马上拿出准备好的吊具 把占有粘性的铁块 投入功德箱里 吊出纸钞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就得手800元 当着神明的面违法 真是大胆 这别用拖的 这样就不对了 这香油钱 人家的善心钱 你这样拖去不好 眼尖的袁锦一看到监视器画面 就认出这名窃贤 是40岁的罗姓男子 他早有前科 可能是研判疫情期间 民众为了求平安 来宫庙捐功德的人肯定不少 所以以类似钓鱼的技术 专偷庙方的香油钱 去年底在行卸的过程中 曾经被发现遭逮捕 没想到死不悔改 还找来同伙一起犯案 以犯罪手法分析 立即锁定罗姓犯嫌 并追查接应车辆 查获阳性接应共犯 警方迅速将两个人 逮捕归案 并且一切到罪嫌送办 而土地公庙 也已经把功德乡 内部的结构加以改造 防范萧小 记得张欣杰 梁力报道